欢迎回到妈妈厨房 今天分享素奶香粉丝汤 一天开始之前 记得到频道上点击订阅 以及打开小铃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呢 阿姨要分享一道 素食奶香粉丝汤 来 我们看所有的材料 这里呢 有粉丝啊 就是冬粉啊 还有一粒小的四川榨菜 我把它泡在水里面 你们拿来试看 不要太咸 也不要太淡 我们来煮这个汤是非常的好喝啊 还有一些白胡椒粒 淡奶 麻油 蒜莓酱 生抽 还有这个树枝菜 朋友们 这个是阿姨自己种的啊 非常的新鲜 再来就是 鲍鱼菇 这个玉米啊 还有这个番茄 白菜 酱一片 好 现在阿姨把所有的材料拿来切 现在阿姨把所有的材料拿来切 阿姨把所有的材料拿来切 在内衣上 一片 后一片 要用它 混音 1分钟 这些材料你们切整个形状自己喜欢 切完这个姜就可以开始去炒了 这一粒番茄一般拿来做装饰 一般会切碎碎碎 切碎碎碎碎 切小片一点 我们可以开始去炒了 油过热了 我们放点麻油下来 一汤匙这里 放浆 放入热了 在食材上放入白芋里 它会应该放入白芋水 凉凉 调味不完 盐 盐 盐 豆类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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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烤鱼 接下来把这个排放下来 盖盖盖子给它一个10分钟 放入烤鱼 再放入烤鱼 这个粉丝呢 我拿去洗一下 还有泡水 半斤 放入一半 鞋子 再来 还有这个粉丝 好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些 玉米 这个时候呢 阿姨会 快吃一点 生抽 还有这个 鲜鱼排 酸梅酱 还有这个 朋友们 阿姨要放这个 这个 这个蛋奶啊 你看 好 多汤 因为这个粉丝啊 会细水啊 朋友们 可以再加多一点点 好 好 我们给它大滚一下 把这个 déos 鲜鱼 这个 鲜鱼 这个鲜鱼 也是加下来 等它滚 朋友们,Auntie要告诉你们啊 可以放一些香菇这个风味的调味料啊 金菇,金菇精啊 我们放点下来更好味道哦 这个时候Auntie要告诉大家 刚才这个Auntie是用剩一点 Auntie加一点水下去摇摇摇倒进去的 这个蒜莓酱不是这样细的 是Auntie加水去摇摇摇 加进里面 这个时候呢 这个粉是不是透了 你们看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现在呢Auntie要把这个 树脂菜啊 加一点进来 给它有点 菜的颜色啊朋友们 还可以很甜啊 还可以很甜啊 Uncle,关了就可以吃咯 好啊 我们来试啊 嗯 嗯 真的很美味哦 酸甜酸甜啊朋友 吃素咯 其实非常简单 你们看 也非常健康啊 好了 我们可以吃咯 朋友们 大家好 好Uncle又摄那个 什么 什么面了 奶香粉丝 粉丝 汤啊 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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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酥的 今天Uncle有恐怖哦 刚刚放东西回来 肚子饿了 那边有大勺啊 我也来吃了朋友们 我们 放大勺 来 放下 放下 这个是酸辣的 好吃啊 番茄 包菜 好 好 好 蛋糕 酸辣 好 好 好 酸辣酸甜哦 好 如果朋友们没有蒜梅酱 也可以用到咸蒜梅 放多一点水呢 就不怕到细水哦 这个粉丝很 很细水分的 好吃哦 我进来开 好吃哦 朋友们 我们来吃啊 哇 这个菇啊 这个菇很甜啊 鲍鱼 鲍鱼很甜 嗯 这个菇很甜 嗯 这个 酥子菜啊 这阿鱼自己种啦 哇 哇 它一点胡椒粉的香味 真的是 很好吃 朋友们有空啊 可以多点酥子来 品尝啊 是不错的 也非常的健康啊 嗯 很辣哦 很辣哦 烧哦 杭哥想大腹大腹就吃 但是很辣 不可以啊 味道很好 很大腹吃 你们看一下白菜哦 已经够软了 白菜非常有营养 嗯 嗯 这里这个分量啊 可以吃 三到四个人了 快点玩 真的很 很美 没有泡哦 不错啊 没有泡泡啊 那个泡酱甜啊 嗯 嗯 就是因为蔬菜的颜色原味 尤其这个番茄啊 朋友们 吃了皮肤特别美啊 甜了 那汤吧 朋友们 我们这个影片呢 就到这里了哈 阿姨叔叔呢 感谢你们收看 如果你们喜欢阿姨的影片 可以帮阿姨分享 订阅 赞 赞 嘿嘿嘿 感恩 大家的支持 我们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影片就分享到这里结束啦 想要看更多 关于妈妈厨房的视频 记得继续游览 订阅妈妈厨房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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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